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西方教镇教之报十二品功德金莲当灵嘴啃事 声声啃光了三品 风神原主咒明确说 闻到人是白莲童子准备收归灵圣母时 不小心放出来的 所以说不管是归灵圣母还是功德金莲的悲剧 都是一个意外 那归灵圣母原始万载灵归 因为助苍结造子而功德加深 进而化为人形 是因功德而得到的女仙 所以早早就被西方教主接引看中了 那是在万仙镇 归灵圣母神卓红义 手持宝剑 腾能转一间打地拘留孙权屋招架致力 落荒而逃逝 借引道人立刻紧随其后 跟来了 半路截到归灵圣母 借引道人以功德圆满 立地成佛来诱惑归灵圣母 谁知归灵对结教感情深厚 决意不肯背叛通天教主 借引道人毕竟是圣人 拿下归灵圣母自然不在话下 记起念珠就把归灵打出原形 抑郁和准提道人收乌云仙一样 把归灵也强行带回去后 在一起慢慢度化 归灵圣母已被镇压 毫无反抗之力 白莲童子完全有能力 把归灵收入宝里 带回去 按照借引道人的吩咐来看 白莲童子干这事不止一次了 毕竟在这场风神大战中 借引准提两位教主 游刃其中接受诸多有缘人后 并没有就此离开 所以被收服的猎物 都是被童子带回去的 可这次 白莲童子破天荒出现了失误 让风神中就出场这么一次 却一出口就轰动了 三界的温道人给放出来了 温道人来历很是神秘 因为他非产交 非结交 非西方 更不属天庭 按照接引的尿性 温道人应该是接引不久前才收服的 原因就是 那时万仙镇已经开启 所以接引道人 指得先将温道人收入宝尔里 让白莲童子先行带回西方去 他自己 还等着度化万仙镇的那三千红尘客呢 被接引道人强行镇压 温道人心里 想必是十分痛恨他的 所以他深知 龟灵圣母是深得接引道人看中的 故而获取自由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逃走 而是 先把接引道人看中的龟灵圣母吃掉 然而 飞去西方世界 把西方教的镇教之宝石 而平功德金莲给吃了 凶残 并包袱星际强的温道人 人生似乎达到了巅峰 毕竟对风神世界里的修道者来说 吸食他人的精气 也是一种修炼方式 比如轩辕粉三腰 轩辕粉三腰中的狐狸精 藏身恩州一多年 不知祸乱了多少路人 后来三腰进宫 更是经常以血世供养妖气 使太乎力堆满了事故 打击等三腰吃些普通人 能增补修为 自尽的能诈享受些许烟火 就能塑造今生 更何况 以功德得到的龟灵圣母 和那堪称镇教之宝的功德金莲 不管是龟灵圣母 还是功德金莲 据是功德的代言词 可是大步的 比凡人 比香火不知要强多少的大步 所以如果说文道人因此而承受 那也不是没可能的 毕竟文道人的来历也是不凡 他乃是洪荒写出黑文 洪荒是封神前 神魔遍地走 神兽妖兽多如狗的时代 同时也是一个强者未尊 弱肉强食的时代 自洪荒到封神时期 不知有多少神兽 妖兽 甚至神魔陨落 他们或是成为了强者的口粮 或是死于一道道天节 总归能活到封神时期的 都有着不同寻常的长处 而文道人就是其中之一 他竟然能在没有门派保护的前提下 从洪荒完好的活到封神 不过最终已被接引道人降服 才结束自由自在的生活 因白莲童子失误而脱身的文道人 却没有第一时间逃走 而是跑到接引道人的大本营 报复接引 足见文道人的凶残和一高胆大 那么后来呢 文道人不但把接引看中的 归零圣母给吃了 还把西方镇教之宝石 二品功德金莲给吃了三品 导致西方教器运搭建 修养千年 那么导致这一切的文道人呢 接引道人饶得了他吗 当然饶不了 毕竟圣人也是有火器的 白莲童子极致收拾 他也自四散飞去 一致飞往西方 把十二品连台使了三品 后来西方教主破了万仙证回来 方能收住 已是少了三品连台 追毁无极 追毁无极怎么办 失去的已经失去了 唯一弥补的方法 就是让文道人把吃掉的吐回来 于是在千年的法印饭场中 文道人被搓磨得修为净了 而九品连台 也恢复到十二品巅峰的状态 但可惜的是 千年的时光太长 贬数太多 就算接引后来修复了连台 他西方教已然被遗忘 接引也被拍在沙滩上了